这个故事发生在2010年河北省邢台市东望镇原家第二村附近 而这事的真实程度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但是这事件在当地传得很广 邢台市的经济并不算发达 在全国只能排到三四线城市之列 像东望镇这种城乡结合部 这人们大多还是以种地和打工为生 而这镇上有一个青年叫做大东 他从来不会去种地活着打工 整天在这社会上瞎混 打架到欧没个正行 不过这几年说起来也怪 越是这种人越是混得风生水起 这样的是普通人心里虽然别扭 但是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咱们再说这大东子 自从弄了辆黑车之后 可就折腾开了 整天在这镇上晃悠 心血来潮还开启了黑出租 一天晚上 大东把镇东机械厂门口的那辆三轮车给撵走了 自己在那靠起了魂 接近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一个女孩子从厂子里出来 直接就上了大东的车 大东一看 上来的是个姑娘还挺漂亮 忍不住就跟着姑娘斗起来 不过那个女孩看起来是刚刚踏入社会 设施为生也不顺着大东的号往下说 弄得大东也斗不下去 而这大东只好是一脚油门就上了路 不过路上大东是越看那姑娘越漂亮 这嘴就闲不住 聊天中得知那女孩是内蒙人 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做实习会计 本地并没有什么亲人 而这大晚上呢 这路上也没什么人 车上又拉了一个完全没有防备的外地漂亮姑娘 越走啊 这大东的心思就越歪 这大东把方向一打 车子就偏离了马路 直接朝着离村子越来越远的小路上开去 车开到了一个田间小路时 阿东一脚踩住了刹车 这大东仗着女孩是外地人 哄遍她走小路和更快到她要去的地方 而那女孩非常单纯也没怀疑 说了声谢谢就下了车 其实啊 这完全就是大东的一个圈套 作为这里土生土长的人 大东对这一片地形十分熟悉 这里可是偏僻小路 晚上根本就不会有人来 而他见那个女孩毫无防备的走在小路上 大东把车火一熄啊 就偷偷地跟了上去 走到一个拐弯的时候啊 猛地从后面向那个女孩就扑了上来 女孩不是她的对手 几下就被她控制住 大东把这女孩拖进了旁边的庄家地里 满足了授欲之后 大东为了防止那个女孩报警 一狠心直切就把那女孩给掐死了 这事做的可以说是神不知鬼不觉 加上女孩尸体也被她掩藏在荒凉的地方 竟然很长时间也没有被人发现 但是人在做天在看 有些事情可是不会这么简单的结束 大东有辆好车呀 这事啊村里人都知道 所以就难免有些亲戚上门来找她帮忙 而这天啊 同村的本家二叔来到大东家找她帮忙啊 原来二叔家的女儿要出嫁 提前过嫁状时 想找大东的车 体面一些的啊 送到婆家去 这平时这种露脸 有多少能赚点的事啊 大东是最愿意去干的 可是最近大东不但没有出去 给人帮忙啊甚至连房门都没出去过 而这大东看娘啊是一边说着 一边领着二叔往大东的房间走去 一开门掀开后门帘 二叔发现大东的房间非常的暗 空气越不好 似乎很久都没通风 而大东此时正蜷缩着身体 紧紧的蹲在墙角里 身体还在瑟瑟发抖 大东此时销售了一大圈 见人了 连眼神都不敢指使的样子 与他平时嚣张跋扈的样子 是完全判若两人 二叔见大东的样子奇怪 靠上前去想去摸摸他的额头 没想到啊 这大东一见二叔的手伸过来 竟然就吓得大叫了起来 就像是二叔是个恶魔一样 这后竟然吓得用被子 将自己紧紧的捂了起来 浑身不停的筛抖着 这大东他娘说 大东这样已经好几天了 也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 二叔经验多一些 分析着呀 大东这个状态 很像是中了血髓的样子 得找个专门的人看一看 二叔这个人很热心 答应帮忙给找个人来看看 这转身就出了门 第二天呢 这二叔就不知道 从哪里请来了一个老头 说是挺有名气的大仙 大东他娘听别人说 这事啊得先给钱 就把家里所有的钱 都拿了出来 没想到 那大仙也没有接 而是静止地 向那大东的屋子 就走了过去 一进屋啊 就看到大东 正蜷缩在一角 低着头 瑟瑟发抖地看着他 可是没想到 那大师一见到大东啊 这脸色顿时就变了 好半天也没说出来话 竟然一转身 直接就一言不发地出了屋子 这大东娘以为 那个大师是因为家里的钱 少不愿意给看 就赶紧追了出去 可是无论大东娘怎么哀求 那大仙就是低头往外走 一句话也不说 那大仙啊 也是被老太太摸的办法 只能转头 说出了真相 别说了 这事我管不了 也不敢管 他在外面做了大逆 害了人 还逃得了吗 谁敢管 而这大仙说呀 他一进屋就看到一个 满身是血的女鬼 一直围着大东转 要不是有着巨大的怨气 绝对不会那么可怕 这扔下一句话 大仙就走了 大东娘和二叔一想大东平时的为人 也被捏得半天没说话 让他自生自灭吧 因果循环 这都是报应 这一说有年轻女孩的鬼魂 大东娘心里就是咯噔一下 这几年大东祸害姑娘的事没少干 本地人好面子呀 大多都是忍气吞声 可是这风言风语的早就传遍了 大东娘做了一晚上的思想斗争 第二天还是选择报了警 就让警察去管管 做了坏事就该受到惩罚 再说呀 也好过这样疯疯癫癫的 而带着警察进了屋 却发现这大东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警察一见这事没有受害者报案 而大东娘也说不清楚 到底是谁家的姑娘受了害 只能先做了个笔录 后面再好好地寻找 这记录完了警察就走了 而大东这一失踪就是五天 五天后 这大东被找到了 不过找到的却是他的尸体 五天后 警察接到报案 说在镇西的一首荒地中 发现了死人 在这个不大的小镇上出了命案 警察几乎是出动了全部的警力 现场一共发现两具尸体 一具是失踪的大东 而在他的尸体旁边 还有一个女孩的尸体 而这大东的死状非常惨烈 浑身一丝不挂 下体不知道被什么动物 咬的是血肉模糊 而他的死因 竟然是肾上腺素分泌过量 致使心脏骤停 也就是俗话说的 被吓死的 而旁边的女孩尸体 显然比着大东死得早 身体已经出现高度腐烂 而更可怕的是 他的眼睛一直偏过去 死死地盯着大东 而是个案子侦破了 案件过程也都查明 可至于为什么大东会死在这里 警察一直没有答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